四格的魔術方块 是这样子的 把它分一半 就可以分格出来 那么一般你看到的 这样子 每一边九格的 要怎么分呢 跟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你要把前面分的三格都一样 后面分的三格都一样 把它们连起来 这样子后面也是比较小 靠近你的会比较大 同样的方法也是这样做 如果你是看这样子 是指这一条线 这条线决定你要弯多一点 或是刚刚好正中间 我们来练习 只是弯一点点的 不要弯太多 弯的越多呢 这边就会越斜 你会发现这两条线 会越来越小 这边比较大 如果是同样一个面 你看到了这边 同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个线 是比较长的 对不对 但是到了后面 就会变短 那是老师的手往后移 所以到后面的会变小 前面的会比较大 那越 越斜呢 它这一条线就会越短 看着图 也可以看着模型 所以你先轻轻地画出中间这一条 一定要轻轻地不需要太用力 也不要从头画到尾 然后定出呢 你要画的这个的高度 不要放太高 就是放在差不多三分之 差不多上面大概是一半的位置 因为还要在画上面 所以呢 大约就是定 在这个位置 再来你要画出 这边比较大 当然了 倒到后面呢 在图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子 到了这边呢 有没有看到 它就变得很小 所以你要先画出 这样的立体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方体 所以后面不会这么长 这样子就变长方体了 所以你要自己先感觉一下 如果你要很明确的 你当然可以 大概是差不多这样的位置 如果这样方形 大约是在这位置 你可以不用照着老师的这样子方法 你用 你把它放窄一点就对了 你每一个 每一条垂直线呢 都要跟着这个纸 就是Vertical 但是平的线不一定 平的线是 是要画 Perspective 所以平的线是 是要慢慢慢慢慢慢的 它会交接在一起 在很远的地方 所以当你确定了线之后 你可以稍微的把 这些线画清楚 垂直线就是垂直线 那这一边呢 你可以决定是要弯多一点 你可以照着这个图 稍微的不要太 插太多 让它们尽量是在一起 你要练习画直线 不要画得毛毛的 可以稍微的让它 再下来一点 差不多的高度 一样垂直线 你要怎么样知道 这个垂直线 是不是真的垂直线 你可以把这里量好了 可以砰一下 再到这边来 一样的高度 再砰一下 你让两个点呢 在一起的那个线 把它连起来 就会是一个 Vertical的线 同样的 这一条线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道理 你可以量量看 你这个线有没有垂直 差不多 如果没有 你就要修正它 这边呢 你不可以让 这两条线是平的 这样子它永远不会交集 你要让它有Vinage Point 就是到后来会接在一起 所以你这个线 跟这个线 不可以平的 你要让后面这个线 稍微下来一点 这样子它 到远的地方 这样才会像Perspective 慢慢慢慢慢慢 越来越小 那这边呢 你也可以 它的交接点 不是在这里 你必须要自己去 因为这个 后面的这条线 跟它们有关系 因为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所以交集点 应该不会刚好 跟前面的是一样的 应该是稍微的 在右边这里 跟刚刚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分成两个 我们现在把它分成 三个 你怎么知道呢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去量它 觉得这个小了一点 可以量它 要量哦 你不可以大约的 OK 这个稍微小一点 所以下面这个 还要再小 你在量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的point它 你太用力的话 等一下很麻烦 你还要再去改它 所以你在point的时候 要轻一点 你要量量看 现在很接近了 好 一定要尽量一样 一样大 一样大 好 然后这边也是要量出 三块一样大 大概量一下 然后再量一量 是不是一样大呢 你一定要量得很接近哦 不要大约哦 好 你一定要让这个 三个是一样 这个三个是一样 然后 你把这里画出对角线 一定要很street 对角线 你不可以画出curve 你慢慢画 不用太急 你要慢慢去对好 这个对角线 当你画好了之后 你要再画 这个交接的地方 画上vertical的 一定要vertical OK 然后你会发现 如果正确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比较大 这个是中 这个是小 因为 因为这个线 越来越小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也会越来越小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去画 building building会有一栋一栋的 还有就是 有窗户 你都可以这样子去 用这样的方式去画 你用眼睛去画 就是大概的画 也可以 可是用这样的方式呢 你会比较容易画出来 越来越小 而且是有规律的 那因为 building就是architect的方法画出来的 所以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不会差太多 所以你现在可以把这个画好 那这一边也是一样 你要量出 这三个是一样的 量一量 你一定要vertical vertical 你可以稍微的量一下 是不是vertical 稍微的量一下 是不是vertical ok 如果你不vertical的话 那个 一样没办法分出刚刚好 这样的线 看得出来大中小 这样就是perspective 然后这个上面呢 就比较难了 你没有办法 你不可以在这边分三等份 你只能够 要画出 自己去练习 要画出 越来越窄的 前面要大 就是前面这一块要宽 画好了这个 魔术方块 你可以要把这个 不需要的这个斜线啊 basic的line擦掉 然后用刷子 轻轻地把它刷一下 我想要 画花啦 或是我要画一个 彩虹啦 都可以的 因为魔术方块 你要弄回去原来的位置 你想要在这个上面 画一个游泳池 也可以啊 如果你想画个圆圈 你要刚好 统统是在这个 你可以刚好 统统画在这个 每一条线的中间 你会很奇妙的发现 这个椭圆 还真的是很椭圆 就是本来它是个圆形 你都能画在这个 每一条线的中间 之后你会发现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画一个 透视的椭圆 你只是根据的这个 你画的很对的这个位置 你画了一个椭圆 之后你可以做一些 土颜色啦 或是你要做比较好玩的 这上面你要画 人啊或是pattern都可以 画颜色的时候 记得要颜色要沙里一点 然后要有gradient的颜色 你不要让颜色都一样 你可以有的颜色 这一面画深一点 这一面画浅一点 那这边有shadow 涂完颜色 记得要把outline 用黑色的色尖笔 也画一画 然后画上shadow 但是影子 你要想想看 你的这个形状呢 是一个box 所以你的影子 不可以画得很不整齐 就是你旁边的影子 必须要很整齐 轻轻的把影子画好 然后呢 你这个旁边会越来越 模糊 就是越来慢慢的 慢慢的会模糊 你可以画很短的影子 你不一定要画这么长 你可以画就是short the shadow 然后越靠近它的地方 会越暗 你的笔触当然可以稍微的 share它一下 不要太用力 轻轻的 你也可以用 paper的那个笔 把它弄模糊 好 这是铅笔 如果你画太多了 你可以用 eraser 最好是needed eraser 把旁边呢 把它弄得比较清楚 就是只是一条线 因为它是直直的object 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做的是个不整齐的线 如果你觉得这边太多了 你可以稍微的把它擦掉 像这样子 光线从这边来是这样子 当然你可能有很多光线 你只要做一边就好了 不需要做太多 我们所画的立方块 在图的范围里 是看不到 这个finish point 还有你的眼睛的落定点 就是这个holofine的line 你的eye label 也可能是看不见的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一下 你的finish point在哪里 会在一个水平面上 如果你要画一个图案 好像这个是老师帮同学纠正的地方 你要画一个圆形的图案 是你自己设计的 或是你可以看着 2D的 怎么样把它绘制在这个面上 你也可以参考一些图案 或是你自己设计 火箭 你可以看着这个 每一个地方的位置大概在哪 如果你要学习一样东西 画得很准确 你可以分格子 这是很基本的 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是立体的呢 你更需要分格子 可是你这个格子呢 就必须要真正的是Perspective 如果没有做好Perspective 你就没有办法 把它画得很像 3D的感觉 每一次画的时候 其实最好先画出 它中间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先想想看 它的中间位置在哪里呢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画好的它的中间位置 跟2D差很多的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在这个上面 然后大概是连到这个位置 所以你把最basic的shape 先画好 你就不会搞不清楚 它的位置在哪 你看3D跟2D的感觉 是差很多的 先画好这个最重要的basic的shape 你一定要注意看 它画的点是在哪里哦 然后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靠近你的 靠近你的呢 会比较大 对不对 跟2D差很多 火箭的 比如说它有个圆形的窗户啦 有三个吗 你可以试试看 自己可以加一加 然后位置应该大概在哪里呢 到了 圆形到了这个立方体的时候 perspective 你想想看 你这个都扁了 圆形扁了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 这个圆形也会变成椭圆哦 如果你画成圆形 那么就没有立体感了 你可以把它画成黑白的 也可以画成彩色的 每一次你画彩色的时候 你要先把不需要的线插掉 像这些basic的线 画的位置不是很对的线 你就通通先把它插掉 然后需要的线呢 你也不需要太浓 你就把它稍微的拍好 用刷子 尽量不要用手抹 如果你没有刷子 你就找个paper tower 你也可以把它稍微的扫干净 如果你已经好了 可以放到荧幕上 share 然后老师把你screenshot下来 需要改正的地方告诉你 然后再寄给你 上颜色或是不上颜色 你可以自己决定 画颜色的时候你要注意 如果你的shadow在这边 这边可能最亮 或者是这边 这边是亮的 这边是亮的 这边是暗的 当然你可以让它只是一点点暗 不要差太多 我们有学过 color pencil的mix 要记得不要只涂 一个颜色要去涂never color 做一点点gradient 你决定靠近外面比较暗 慢慢变亮 每一次涂颜色的时候 尽量就同一个direction 不要随便涂 这样子会很busy 你可以加上gradient的颜色 你也可以加上一些star 比如说一开始 你想要留一些白色的star you can keep it ok你可以留一点点 有一些地方 你要留一点点白色的star 这种dry media 你最好白色的地方 是留下来的 可以mix color 比如说你可以加上violet 就是紫色 让它有点变化 不要只是蓝色 你可以让它mix一点点color wheel theneighbored color 颜色尽量涂solid一点 不要都淡淡的 尽量练习有深有浅 如果你要让你的颜色很清楚 就要core color跟worn color的contrast 多一点 不要把它通通化成core color 假设这个火箭身体是白的 你在旁边加一点点shading 或是不嫁 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它就是个graphic 稍微的把这些 刚刚的pencil的分隔的line 画一下 不要直接画黑色 在画黑色之前 先画一点点dark color 好像深蓝色 但是不要画歪啰 这边也是全部都画完了以后 加上一些深色的线 用深蓝色或是深咖啡色 把刚刚的一些分隔的perspective的线呢 画清楚一点 先不要用黑色 因为怕不小心画歪了 所以你可以先用这样的浅色 画在下面 这一面也是要这样的处理 还没有到最后 不要用黑色的线条 就是等到这一面画完的时候 你才开始 finish的时候你要用黑色 不是很用力的把这些框都画好 是用touch的 有的地方用力一点 有的地方轻一点 Magic Cube有的线比较细 有的线比较粗 你自己决定你的黑线要粗 或是要细 记得如果你的线是粗的 在后面的要细 不要都一样粗 好像这个前面需要加粗 你就稍微加粗一点 加粗不要只加到这边 要两边都加 不要只偏一边 加粗 粗的线越靠近你也会越粗 要记住 粗的线靠近你也会越粗 如果你是画black and white 就是黑白的 没有画color 你也可以把这个线加粗 那当然这边画好的时候 也是要这样 也是要粗的 然后上面也是 那上面会比它细 为什么 就是颜色靠近你的会darker 旁边也是 你在画的时候 其实你尽量不要画太粗 因为这样子你比较难 control 它通通是一样的粗细 这边看不到这么粗的线 因为是转角 这边会看到 所以两边都要加 这边还没画完 要等它画完才可以加 老师在做示范 所以老师先加了 这一条线是比任何一条线都粗的 其实这些东西你可以不用去做 你都做一样细都没有关系的 尽量不要把它加太粗 尽量不要把它加太粗 这样在最后 在到教室来的时候 我们还有机会 我会教你怎么样把它修正 下面也是跟这边一样看不太到 因为转过去了 再来呢 因为你画了color pencil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把刚刚的这个shading呢 稍微用color pencil把它代替掉 我们画东西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靠近物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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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会最暗 物件外面这个不太会那么暗 但是也是属于暗的区域 只是会有一点点reflection 所以你画shadow的时候 不用画得太硬 让它就是一个shade 物件这个地方 稍微加一点点的shading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magicube 不一定非常的sharp 就是它的corner 如果你觉得你的corner 要加一点点圆形 你就把它加 但是我觉得可以不用加 免得你的shape会变形 好 记得要画完全部的颜色 才最后画黑线 然后要记得黑线 不要画得很粗 如果你要画 只是把刚刚的这个线 cover一下 把它cover一下 就可以了 不用画得很粗 要记住 好 然后最后你看 如果你觉得颜色不够鲜艳 你可以再去加它 好 老师在pattern上面呢 有做一个简单的 做一个比较稍微多一点点的graphic 你们自己要去design也可以 你们要用寄给你的一些pattern做参考 去改也行 就是一个练习 练习怎么样 在一个立体的面上面 画上一些图 配色 你们就记得要加一些颜色mix在里面 不要只是一个颜色 尽量的能够有一点点的变化 让你的图呢 看起来比较rich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